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石涛 8月28号 我们今天在我今天一大早进行直播的时候 结果有很多朋友留言 当时我们直播讲的是这个 在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发生了郭董 国台铭突然宣布呢 独立人参选 一下就给炸了锅了 整个台湾炸了锅了 因为他本来是想争得国民党的路选的名义 但国民党在4月份的时候没有选他 找了一个姓侯的 所以那这个这个郭台铭 郭董呢 就有点失落 但谁也没想到他在8月28号这天 突然独立参选 而且他放出了一些大话 他说他愿意把他在中国大陆的财产 全都压进去 压进去之后呢 来来参选这个中华民台湾的总统 来作为一种保证 如果他能够当选的话 可以让台湾的这个GDP呢翻翻 大概做这个保证 可我眼睛里看到就是说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说应该讲说走嘴了 在台湾呢 他当他说把自己的整个生意都压进去的时候 我的解读是说明他被逼无奈了 他的参选是被逼无奈的 下单命令让他参选的人应该是王沪宁 那王沪宁受命于习近平 让他逼供国民党或者是科僻 那逼供国民党或者科僻呢 他实际罪翁之意不在酒 是在副总统支持 那因为总统不可能 他就变成了对现在的中华民国的在业党进行了重创 可是他在宣布参选的时候 他说要对这个在业党进行组 就是重组组合 一个独立参选的人 明明是拆了整个泛兰的 也就是国民党也好 这个科僻也好 是拆他们的台 怎么要组合呢 所以他只有他入选为副总统 竞选搭档 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力量的组合 因为这就变成了三股力量 也就这三股力量整合成两股力量 他导向任何一方 或者是国民党 或者是科僻 带着他自己的忠实铁粉 进行参选 那这个做法实际对整个国民党也好 科僻也好 都是一个巨大伤害 因为呢 他们将面临着巨大的脸面跟细腻 在台湾人的眼睛里 会看到国民党非常的软弱 被这个国台民的这种做法 是一种羞辱 因为他曾经想代表国民党 那国民党又不接受他 然后今天他过来逼宫国民党 这就是真正的羞辱 那这种羞辱就代表现实的台湾政坛吧 应该讲对于这个赖清德 民进党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 所以有人说呢 赖清德躺着都能赢了这一下 那这就变成了今天场面 而国民党表示呢 极度的惋惜 极度的遗憾 那科僻呢 我没有看到科僻 科僻做什么表达 民进党也没有做表达 但是呢 台中国大陆的 中共国大陆的媒体 在第一时间就报道这件事情 而最早报道这件事情呢 是在17个小时之前 香港大公报 所以那也就变成了 这件事情是科僻 对不起 是郭董 郭台铭可能跟中国大陆商量好的 然后去为了夺取台湾 在被逼无奈的背景之下 出此下策 那也就变成了是昏招乱招昏招 这招谁能出呢 王沪宁受命于习近平能出的 所以习近平说 不成 你在找我的人必须参选 你怎么干我不管 咱必须要夺取台湾的政权 那王沪宁就开始胡来了 就来这么一程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所以很多人呢 表示不理解 就说他傻叉 他有病啊 他如何 我以为就是某种更特别的力量 让人们看到 被人们所公认的 瞩目的这些有钱人 有本事人 聪明人 办出很多愚蠢的事情 也就讲说某种天意 真正在启动着天灭中共的一切 发生着决定性的背景资料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在个人的看法的背景之下 我发觉在留言下 就很多朋友说 三阳了三阳了三阳了 新冠三阳了 我还一时就没搞明白 新冠三阳了 结果原来呢 实际是在中国大陆 我们现在看到这篇文章是中心网 在中国大陆的17号 他最早可以查到8月11号 陆陆续续就有报道 等到了8月15号 16号 17号 中共的官方媒体 包括新华社 人民日报 央视 都在讲述所谓的三阳问题 那中心网就说 新冠三阳陆续出现 登上了热搜榜 原因就是 全新的变种病毒 叫EG-5 在全球呈上升趋势 WHO已经把它列为 需要留意的变种病毒 他说 二阳小高峰 过去不到三个月 三阳真来了 那重复感染 是否意味着更大的伤害 那这是三阳的故事 这个三阳到头了 说句心理话到头了 什么意思 凡事见三 就是阳了 好了 又阳了 这是二阳 现在三阳了 三阳的意思就是 全面的 不挑你 得过没得过 打过枝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这来表现了病毒的真正的生命的存在力 跟他的生 对中共 对国人的 对普通人的伤害 那也就表明打枝各种办法 对于病毒来讲 是毫无意义的 人们在病毒的角度看 是人类的愚蠢 是毛泽东当初的人定胜天 那北京话说 人定胜天如果开玩笑说 你的做法 就绝着屁股放屁 绝着定放屁 跟老天爷对着干 冲天放屁股 就跟老天爷对着干 那这是最大嘲讽当今 以美国为代表最先进的科学的一切 但同时表现出中共病毒的目标性跟真实性 美国我在上个星期吧 应该是 我们引用了白宫的一段话 那拜登已经明确警告美国人 到九月份 这马上到九月份 美国人应该打第三枕 所有美国人要打第三枕 所以很多人当然不干了 就说认为是 认为是这个美国人的 要重演大选年的2020年的故事 当时美国人当然从各自的角度去考虑了 里面很大的成分 就是对今天的美国政府 美国的防疫机构都身表不信任 这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人 因为经历过的一切促成了 但是在这份不信任的背景之下 又真真切切的出现了这么一个病毒 变异病毒 那病毒从当时美国人讲叫XBB 那现在呢 中共国人叫他叫EG.5 说明变种病毒的速度极快 更新极快 那这种病毒 当时白宫的说法是说 它的最大特征就是 急速变异 而变异的方向 今天掌控不了 白宫的新闻稿就这么说 所以时间点跟这个8月17号 前后讲的时间点差不太多 那今天已经是8月28号 也就已经前后经历过了10天 所以这是一个故事 而这个故事是在全世界等同时间发生 这是背景 结果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如果你查三阳 就是三阳症状 你就会发觉在国内的包括中国网 你可以看到中国网 央视网 叫旺城区政府 这是地方政府 那华生在线 奥医网 叫央视广告网 天目云 新浪财经 福州新闻网 它意味着什么 福州新闻网是8月11号 还意味着 无论是从中央一级的 中共体制中央一级的 还是地方的 小到一个县政 都发现了这个问题 时间 是统一的时间 出现在8月11号 8月11号 12号就陆陆续续出现了 等到了8月16号 17号 他就发现全国范围内都有 而且症状满厉害 这是一个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时间点 那在这个时间点的背景之下 结果今天大纪元就登了一篇文章 大纪元现在北美影响巨大 大纪元新唐人的英文网站 是今天北美社会当中最主要的 具有在他们说法 具有保守思维的 就是传统的保守思维的顶尖式的媒体 那是真真正正我们大陆的朋友 在北美地区建立起来的媒体 然后现在完全成为了主流媒体当中的一部分 当然主流媒体主要是英文了 在中文的今天的文章当中 登出来的 刚刚登出来的 中共国疫情又起 法轮功创始人是说 针对共产党而来的 掩盖死亡人数 李大师说死了很多人 包括很多年轻人 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讲法 而这个全新的讲法 其实也不是全新了 是一直延续过来的 而确实李大师自己 公开向社会提出警告 跟说明他的缘由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直接的 那跟我们前面看到的故事是一样 他就讲述了一个 李大师就讲述了一个 在神的眼睛里 在真正神佛的眼睛里 看到这件事情的本质所在 和对人的警告 以及结果的出现 那而信不信 很多朋友会说 相信或者不相信 但他问题就来于 你要问你自己 对不对 你相信打针吗 你打了吗 你打了几针 然后呢 问你自己 对不对 你在美国也好 在加拿大也好 在中国也好 在任何一个环境 都是因为 它是涉及到整个人类的 当你去问自己的时候 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 给自己一个答复 那我们把它称为中共病毒 那原因就是要把中共国人 对共产党有关联的人 有关联的人 那你他就是魔鬼来的 魔鬼只能去地狱 不能在人间 人间是神造 那魔鬼带着那些 与他等同认知的生命 到他该去的地方 那对于人而言 那可能就是死亡 甚至是灭绝 所以那是对生死的看法 而生死的看法 是一种生命的关联 那你只有在生命的关联的角度 去看待这件事情 才是准的 而不是利益的角度去看待 文章写的很长 我主要跟大家 因为我介绍了疫情的背景 我主要跟大家分享 李大师所陈述的 那现在表现出来的 内容其实是一种 不仅仅是警示了 我把它看成是 来自于神佛的慈悲 那慈悲的一切 是感化人 能够起悟人 那人是否被起悟 那取决于每一个人 个人自己的事情 中共病毒两个月 在大陆的知名高校专家 高级行政官员 企业高管青壮年警察 出现密集度死亡 他是讲近两个月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 病毒的那故事呢 是在8月10号 11号 陆陆续续爆发的 那李大师近日 李洪志大师近日 再次指出 病毒主要是针对共产党的 盲从跟随中共 维护中共 为中共卖命的 目前死了很多人 包括很多年轻人 今年1月份 李大师已经明确讲 三年多来 中共在掩盖疫情中 已经死去了4亿人 那我很多人去讨论 这个4亿人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以为很多人 从科学角度想去论证的话 这就是聪明人的愚蠢 聪明人的愚蠢 因为中共国的一切都是机密的 没有任何人知道 没有任何人知道 真实的数据 包括习近平个人 那在今天的中共国 让女人生孩子 生三胎 结婚不结婚无所谓 你只要生就生 把每一个人的 自己的母亲 自己的姊妹 自己的太太 自己的女儿 当成牲口用 当成牲口去描绘 这就是今天的中共国 没错咯 那如果你不觉得 那一份东西 是一份耻辱的话 那你就反过来问自己 当你看着自己母亲 跟自己的这个女儿 自己的太太时 人家党说了 你媳妇生 你无所谓 对不对 单身母亲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 没人了 对不对 他没有人了 他知道人口出现了问题 那这是一个相互延 这种连带之间的关系 19号 中共的防御机构说 叫一季五 在绝大部分省份 已经流行 四月份是0.6的增长 八月份是71.6的增长 要保持势头 那一季五是XBB的新的亚变种 WHO把它定位为 流异的变种病毒 那因为它的突变性的传染性 会引发更严重的 更高级的严重的病毒 8月16号 在上海的多家机构出现了 病情增加15% 那大陆网民爆料出现了三阳 下面就讲了三阳的故事 我跟大家就走一个 因为文章写的非常长 你到大陆网站就可以看到原文 我们走一个梗概了 青壮年警察司法官员密集死亡 里面就讲述了最年轻的死亡的人数 23岁 8月17号 北京西城法院的党委书记 50岁 隔屁了死了 所以他就讲述了 病毒的来处是有针对性 共产党是真正的邪教 有宣誓的 有党旗 有它作为宗教的一切征兆 那个东西许今不许出 对不对 所以退党退团退队 是人们的根本 知名高校十多名 著名教授死亡 多数是党员 这是来自于统计局 中共北京卫生局的统计数据 那里面提到了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 这人叫做陈旦华 11号死的 外国语大学的 叫做欧洲语言学员的专业教授 博导 博导死了 都是优秀党员 所以他列了是这么多 北大在近期 从6月中旬到7月底 死了至少10名教授 最年轻的 53岁 这都是列举的死去的事实了 多名国企高管 一个月内死了 全是中共党员 中国商业飞机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 牛脸就死了 有人说可能没牛脸就死了 中共体育总局的官员 那死亡 这里提到的是68岁的 叫做体育总局的一位副主任 我们举例子了 那美国研究机构称 大陆两个月187万人死亡 可能被严重低估了 这个数字来自于中国大陆 本文来自于中国大陆 它是搜寻的死亡的通知在百度上 它的元数是187万 是从12月份 去年12月份 到今年1月份 两个月的死亡 两个月的死亡数字 那是正常死亡 这是 这它讲数字叫做超额死亡 它的论文 原文就叫超额死亡 那这篇论文 登在了彭博社的网站上 当时作为这个 首播的网站上 我们在节目中 有一期节目 跟大家分享这个数字了 李大师 明示真机 去年12月份初 中共清零 结束清零 然后就出现了整个那场风波 然后在今年的1月16号 那李大师发明了 发布了首篇文章 中共掩盖疫情 中国死亡人数高达4亿 这是当时讲的 但文章里提到 此波疫情结束的时候 中国会死掉5个亿 所以还差1个亿 还差1个亿 上一次 SARS出现的时候 是指当时的北京 中国死了2亿多人 那多年后 中共发现人口减少 所以开放二胎跟三胎 这是我们看过的故事 这也是我们看到现在 就是目前现在状况的 表现出来 那在2020年3月份 就是在中共病毒 全球爆发的时候 李大师说 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 道德变坏 业力大而来的 那目前中共病毒 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的 有目标而来的 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 不信你看一看 最严重的那些国家 都是跟邪党走得近的 人也是一样 那怎么办 远离中共邪党 不为邪党站队 因为他背后是红色的魔鬼 表面行为是流氓 而且无恶不作 神要开始铲除他了 为其站队的都将被淘汰 不信就拭目以待 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核心 那等于是公开的 对所有人阐述了神佛的 对这件事情的 直接的描述 信不信 取决于每一个人自己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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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